沒有年齡限制 旺東歌不准國語歌 英文歌可以 兩種歌 好了 擺完之後 我們的評分 我們有專業評審 當然是我的專業評審 歌仔呢 就佔40% 另外60% 我們會在Facebook每一次 歌曲出完之後 我們會有個投票 每個account就可以投一次 我們綜合之後 就做十個星期 十個星期之後 十個星期的Winner 就會去到 假座暫時 我當是 未必是 可能我們再大型一點 就去石劫美的多彩皇宮大酒樓 他有五強 五強和PK賽 到時我們真的會有專業評審 最後五強 那個特訓 當然我們會有人跟你 拍片等等 最重要的是 贏了冠軍會有什麼獎品 林康正 會出CD 個人唱片 冠軍 女生也可以陪我一晚 機會來了 機會來了 判軍 首先 我們有一份經理人合約給你 而且是你可以選擇不簽的 是 我都不想入學校 或者不想找你做經理人 我都不想煩 你可以選擇不簽的 第二 五萬元現金獎 五萬元現金獎 spaceship 邊去錄音 快去錄音 立即錄音 第三 這是就是 這一個重要的是 就是出一隻CD 我想你說是發行出街的 不然我錄完就拍張照片 找人拍一張CD用什麼 是跟你發行出街 我想點了一個良好記憶 而且我相信是一定有的 因為我現在發覺香港有很多很有技能的人 既然沒有人做了 人們都說市場不在香港、在大陸 不如我們試試做一隻廣東碟 又不用太多錢 我覺得如果我們製作一隻好的CD或黑膠碟 都應該能賣到多少 最重要是他們給新機唱 我們找到Studio出來 又不用太多錢 我覺得大家應該會支持一下 我們又唱了嗎 我們就不唱了 李時歌手一戰晚很快會再拉開 我沒有記錯 應該只剩下兩個PK戰的對面 是 使得老人 首先是車臣 學生王子車臣對這個飛姐 我收到的歌曲 然後是使得老人對這個Wilson Wilson拍了兩套MV 姓何西 Wilson拍了兩套MV 都很有水準 其實在我內心已經覺得 我知道哪15個會進入Final 那一到進入Final之後 我可能這個星期五 我可能有空 我就會去找一些酒家 我跟一些參賽者 進入決賽的參賽者 再聯繫一下 看看大家的時間 我當然希望 萊斯能夠在英國回來 譬如說飛姐如果贏到的話 可以去英國回來 或者姓何西 Wilson 跟大家顛簽一下 另外昨天 阿飛姐就WhatsApp我 他說最好是12月至12月 因為機票最便宜 他應該正在看機票了 我看看會不會等到他那麼遲 因為未必就只有一個 還有萊斯他們很多個 那都一定會搞的 好頭好尾 就是最後那個搞的 吃飯這樣也要 好了 我們會做好我們那些 即是英國的理事歌手之後 令我想起這個 我們都有一個理事歌手 參賽者 叫彈鑑 三門仔彈鑑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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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到深蒲江 變成深蒲江彈鑑妹 在街上吃井水 沒錯 他們彈鑑妹的身份是不會改變的 你是歌手 我們今天已經在想 究竟是6月或7月 我要問那兩個在海外的朋友 他們事實上說 我會搞這個決賽 OK 即是將它作為一個圓滿的終結 也就是我們2020年之前最大的妄罪 我刮一筆 不能說話 OK